什么是央企,什么又是国企,二者区别在哪里,很多人都分不清 不信你可以问下自己的朋友,中国邮政是国企还是央企 中国农业银行又属于哪种企业,查资料都能把人看糊涂了 今天就一次性把国企和央企的问题讲清楚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帮忙点击右下角的关注,谢谢您的支持 首先来做一个范围划定,央企是包含在国企之内的 也就是说,在普通老百姓的语言环境下,把央企说成是国企也没有问题 但是专业人士必须要把这两个分清,因为在我国企业的地位是要高于一般国企的 好比985、211大学,也属于高校,但不是所有高校都是985和211 那什么样的公司才能称为央企呢?怎么去分辨?主要有三点 第一,首先看公司是哪个单位出资成立的,所有权在谁手中 央企的管理,民企和国外资本是干涉不了的 一般由国务院下属国资委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出资 而且都是实角,领导由中央政府或者组织部和其他部委任命 这样来看,中国农业银行就不属于央企,还有部分散户股东 而中国官方只是有绝对的控股占比优势 中国邮政则是政府独资企业,从它的全称就可以看出 中国邮政集团有些公司,没有股份两个字 注意,中国邮政成立了很多子公司 比如邮政储蓄,中邮宿地,这些就不属于央企了 它们属于国企,很多国企是由央企和地方政府组织成立的 第二,看企业经营范围 通常来讲,关乎民生,军事,能源,通讯,航天,航空等关键领域 其公司都是央企,比如中和集团,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国家电网等 这些属于与能源相关的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这些央企与国防密不可分 比如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国还有这个公司 但是军民们应该都熟悉 江南造船厂,大连造船厂,互东造船厂 这些都是我国大型军舰和航母的制造基地 它们就是隶属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再比如我们的歼20,歼16,还有各种无人机 大多由沈飞,陈飞,西飞三个企业研发的 而它们隶属于中航工业 第三,看受国家机构的监管程度 普通国企国家监管起来比较方便 各机构都能插一脚 但是央企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有的央企不是普通衙门能监管的 特别是涉及机密的事 例如我国的市场管理局 是没有办法管中和集团的事 只能由中央政府来管 我国央企和国企很难分辨 这是由于二者名称没有明显的区分标准 好多国企名字前也带中国两个字 而央企呢 企业名称可能没有国家、中国、中央这些字眼 比如华人集团 好多人不清楚这也是一家央企 还有很多人叫央企喜欢把前面的中国两个字给丢了 约定俗成简化掉了 比如保利集团 这样叫是不是很像一家民营企业 或许还是外资的 见过一些人把保利和安利联系到一块 认为它是一家卖保健品假药的大忽悠企业 实际上 保利集团全称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纯正的央企 做的生意也了不得 买军火 至于副业就太多了 几乎涉及各行各业 看到这里很多小伙伴表示懂了 带中国的十有八九就是央企了 那中国人民银行也属于央企吧 主要业务应该是设计和印刷人民币的 这就大错特错了 中国人民银行属于国家机关单位 压根就不是企业 是企业的那个叫中国银行 它属于央企倒是没问题 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有央企吗 别的国家没有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没有央企的 这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大特色 体现中央人民政府对国家经济的掌控力度 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原理 来自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样 中国设立央企也有思想源头 就是共产党宣言阐述的 人民政府对生产资料的掌控 只有这样 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西方国家在某一段时间内 也设立了类似央企的国有企业 比如英国石油公司 它于1909年成立 有70多年的时间 一直被英国政府绝对控股 某种意义上来讲 也属于央企 地位等同于我国的两桶油 后来这家公司被萨切尔给卖了 股权分给私人了 至此英国政府没有了掌控能源的实力 央企和国企哪个的待遇更好 这个是很难评测的 普通国企的领导工资 拿的肯定比央企基层要高 职务差不多的情况下 国企比不过央企 如果太想进步了的同志 最好是进央企 发展空间比较大 关注球材 下期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比较大